今天要介紹 最有潛力的原始美女 歡迎第一組 好 歡迎第一組原始美女 來 來 歡迎你 歡迎 是一個 王堤 小年輕 這個叫 好亮喔 三位是哪個球隊的啦啦隊 來 自我介紹一杯 請開始 哈囉 大家好 我叫Shiny 我身高163公分 體重是47公斤 然後我的星座是摩羯座 然後我現在是滴滴舞二的參賽選手 我現在是唱歌跳舞下廚還有做甜點 來 第二位 哈囉 大家好 我是許婷如 錯號 培根 然後我身高163公分 體重44公斤 星座是摩羯座 然後現在也是滴滴舞二的參賽選手 來 第三位 妳好 妳好 大家好 我是曾以晴 身高167公分 體重53公斤 然後我的錯號是胖丁 然後星座是射手座 我目前也是滴滴舞二的參賽選手 請問一下滴滴舞二是什麼 給大家解釋一下 我們現在正在比的選秀節目 然後6月12日會首播 每個禮拜五晚上9點 在滴滴舞二的官方YouTube頻道會首播 那就是三位都是參賽 平均年齡應該很年輕吧 我們20歲 20歲嗎 21 那 好年輕喔 年輕 那真的年輕 對 因為20歲的時候我在幹嘛 我在當兵 那時候在報效國家保衛你們的安全 你們有今天 都是因為我當年的保衛 沒有 謝謝 謝謝康哥 感謝 謝謝 OK 來 你們想要被人家看到的才藝是什麼 是跳舞 是舞蹈 舞蹈 你們是一個團體嗎 對 那你們是屬於唱跳團體 還是純舞蹈團體 我們在節目裡面是負責唱跳 然後我們現在要表演的是跳舞 那請問三位有沒有男朋友 沒有 沒有 剛剛那邊有蚊子啊 對 來 先表演 來 好 麥克風 來 幫你 我們來 是 有 有 介紹的 ES 我們會想你們 我們會想我們 對 我們會想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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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keep talking I keep walking Yeah I see that I might s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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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oo 這組韓系的舞蹈 韓系 韓系的舞蹈 我覺得他們動作很多 對 而且很快 對 那剛剛這整個表演 表演下來 請問兩位 對他們表演有什麼意見 就是我是看表演的部分 我覺得就其實他們就是 形象也很好 然後我覺得他們的那一個 笑容也很可愛 很青春洋溢 但是真的要我稍微 挑一點點的那 因為就一開始的時候 我是不知道 是不是有一點點緊張 就這樣手擺上去的時候 有一點點不齊 而且其實從你們的表情中 看得出來有一點點緊張 如果你們的表情可以再 開心一點 再開一點的話 我覺得 會讓人家更感受到 你們的那個火力 我太了解了 因為在康哥旁邊表演 多少會有點壓力 對不對 因為我看到你們表演 大概是都不敢看這種 對 都在表演 都在表演 我剛剛躲到後面去耶 對 但是沒有想到他們 我跟你講 其實你們就要想說 你們是在三個白馬王子前面表演 你們心急就會 很難的 為什麼會用白馬王子 但我剛剛有想到 可能是不是因為這邊 就是他場地 三個人比較局限一點 他沒有辦法 還有一個 其實這個地板不好跳 這個會吸力喔 對 這個地板不好跳 榻榻米會吸一點力 就是我們從來沒有看過 表演比賽是榻榻米 真的是 這倒是真的 他在家裡表演 對 一句 榻榻米啊 這怎麼跳啊 那老師 其實我覺得不管是 場地的問題 或者是說你在很重要的人 面前要表演 就這些都是 很好累積經驗的一個地方 對 所以我覺得其實每一次都是 你要 克服所有的現場問題 那我如果今天單看你們的話 我會覺得 四十三個很甜美 然後動作也沒有太大問題 然後 如果今天要放在跟別人 要一起競賽的時候 就很重要囉 你們剛剛的活力可能 還可以再多一點 對 看得出來老師在 招攬自己的學生吧 對 還算我氣力的課程 對 那個力道 力道可以再多一點 因為我覺得有時候 你自己看自己的時候 會覺得我們已經做到了 好像分數滿高了 可是你要想有別的競爭對手 所以要對自己更嚴格 就一三還比一三高 對啦 因為我們剛剛聽到 其實他們剛剛是正在參賽選手 對 就是我跟清雲老師就會很像 因為參賽選手 我們一定要把他放在 可能就已經有九十分 我們還希望他能夠 要往前進到九十五分的部分 對 因為他們的律動 然後他們自己洗澡性 當然是沒有問題 但是 怎麼樣在比賽的時候亮眼 我覺得是很重要的 你穿亮眼 對啊 那我懂了 經紀人 這太硬了吧 壓力太大 開玩笑 沒有啦 就是說今天 其實你們今天來 當然剛剛有一點點瑕疵 但是我覺得你們今天 先放開心情 你就當今天 除了你們比賽之外 你們要練習 你們現在有一天要上節目的 對不對 他上節目 不管你遇到的今天主持人是誰 你們都不能緊張 因為一緊張你會 我小時候 剛剛去綜藝節目的時候 是一片空白 就是問你什麼 請問一下你今天這個 比如說 你今天吃的東西 你覺得最好吃的是什麼 就 你這麼小就中風 長得出 不是 會緊張 就是其實他問你其實 真的會 我們到現在是變得 真的會 沒有 他剛剛那麻醬麵很好吃 對不對 當時你講 你就 完了 你只會想到意思 完蛋 他在問我話 你根本不管他在問你什麼 所以不要緊張 好不好 來 那我們坐一下 聊聊天 很棒 那就是說 你們是怎麼樣的心情 想要成為這個藝人 因為我是一個很喜歡看 韓國女子團體跳舞的女生 我們也喜歡看 對 然後我會想要效仿她們 然後我就會上網看一些影片 然後想要學習她們 然後學到後面就是希望來 參加這個比賽 然後讓大家看看 就是我的進步跟我的實力這樣 證明自己 對 那妳呢 妳什麼動力要來當藝人 因為我覺得年輕不要留白 就之前想 不要亂講 好 來來 快拍寫真集的 不要認真聽她們的話 就是小時候有機會在 就是舞台上表演 可是後來加了滿反對的 然後現在好不容易溝通 好了 然後剛好有機會 所以來參加比賽 其實以前真的很多人要進演藝圈 會被家人反對 他們說什麼 演藝圈是大染缸啊 其實還好 除了變胖 我沒什麼改變 我是因為小時候 九九他是專業的舞蹈老師 九九跟舅媽 然後回外婆家的時候 舅舅舅媽就會 教我們跳舞 然後會拿攝影機 像V8的攝影機 幫我們拍像MV的影片 然後再加上那個時候 有少女時代啊 也就是很多韓國團體 然後就讓我想要參加 呃 女團選秀 然後才來到第第五二 那舅舅跟舅媽是 是 是什麼 是哪一種 哪一種 哪一種 他們是教模特兒跳舞的 教模特兒跳舞 教模特兒跳舞 請問一下老師 教模特兒跳舞 是屬於哪一個派系的 屬於那種 身段很好的那一種 對 誰沒看我剛剛講 有 我剛剛想起來 很像是Dance的 對不對 剛剛康哥那個有 是國標嗎 也不算國標 就是肢體吧 教肢體 就是要你伸展開來 對 肢體開來 超開 超開 這是手舞 自下都痛 年紀大 要熱身 OK 我剛剛看你們三位跳舞 都跳得很棒 可是你知道嗎 跳舞有一件事情 很容易受傷 對 有受傷過嗎 就是我有暈倒過 而且我有滿嚴重的側彎 就是脊椎側彎 所以我們現在上節目 還是拍廣告 拍影片 跳舞全部都要 就是用身體保肌 撐在一個好一點的姿勢 那很厲害 剛剛表演完全看不出來 對 真的要鼓勵一下 很棒 然後兩個禮拜 就要去做一次物理治療 對 然後讓我的側彎 可以不要那麼明顯 為什麼會側彎 是因為跳舞 就是其實也不算 就是小時候可能坐姿 就是上課的時候 上課的時候 每個人都有那種 沒有 每個人都有那種 不一樣的座位 然後我都剛好做比較靠 這樣妳的課 對啊 妳靠我幹嘛 然後就可能會有點歪歪的 看黑板 那對自己將來在演藝圈裡 有什麼樣的期許 對啊 希望做到什麼樣的程度 是啊 希望可以成為出道女團 然後到就是各個國家 就是表演啦 而且我跟你講 台灣的女生 其實在亞洲來講 是數一數二漂亮 是真的 很奇怪喔 那妳看妳們這麼漂亮 將來到各國去表演 一定會有很大的會響 好不好 你看一下 來 請坐 謝謝 歡迎 請坐